烏克蘭出生的藝人瑞莎 近日才剛生下二保 昨天出冠月子中心 引來的不是高薪的心情 而是聽聞家鄉 烏克蘭被俄國攻打的噩耗 昨天在臉書痛心發文 好心痛 Please no word 瞬間涌入大量網友祈福留言 而瑞莎透過經紀人說 現在有一點不敢相信 雖然有可能知道 會有這一天早晚會來 但是還沒有完全的心理準備 也有一點不敢相信 其實瑞莎的爸爸媽媽 以及弟弟都已經在臺灣生活 不過還有其他家人待在烏克蘭 瑞莎經紀人轉述 瑞莎的奶奶叔叔和他的家人 都還在烏克蘭 打電話給他們都沒接 感覺很無力 很想幫助些什麼 但完全想不到能做些什麼 只能祈求瑞莎的家人 都能順利躲過這次戰爭 一切平安無事 Peace